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早晨 早晨 Jackson 早晨 Yumi 你好 每個星期 通常一個星期見到你都會特別開心 因為又來到星期五 沒錯 又是Friday 因為現在天氣冷了 今天最低大約是14度 我昨天比較早睡 因為這麼冷的天氣 捲入皮斗入面很快睡得著 今早上經常發生了什麼事 是消息連連 中美雙方那些企業的糾纏 都有兩宗 疫苗突然之間有少少阻滯 這麼多事情發生 那就是因為你早睡 有很多消息 因為其實差不多半夜這段時間出 你應該看完消息才睡 當然 其實今個星期相對的事都比較靜 當然最大消息就是 週中就是一大堆股份 就是這個批股 但其實如果 aside from 這一件事 其實今個星期的trade 其實那個range 其實都是較為小的 我想都是觀望氣氛浪厚 還有都是12月 其實就是差不多年結了 很多人都不是說想做很多事情 所以令到時就比較靜一些 但news flow其實就不算太少的 因為其實今個星期又有美國國會 對中國公司 剛才你剛才說了那些中國另外的消息 我們一會兒會再跟大家談一下 什麼公司是牽涉其中的 所以其實很多這些事情 反而令投資者多忙的 今個星期 其實做trade的就少的 忙於是否避開股份呢 因為剛才不是提到呢 有兩單牽涉著中美之間的消息 那一單呢 我想想說下孟晚舟先 另外中校中心這個預料 現在就是據報華為副董事長 孟晚舟的律師團隊 原來就是接觸過美國司法部那邊官員 談些什麼呢 因為都前幾兩年的時間 這單的官司引渡的案件 那可能就是 要是孟晚舟你認罪 因為它有很多條罪的嘛 你先認了部分 不知道它認哪些呢 而換取是延遲 又或者是甚至撤銷整個控罪 那如果一去到撤銷那一刻 就覺得兩年 搞了這麼久 原來就是 沒有東西 大家happy 那咪前我都說 這個就體現到 就是這個西方那個 司法制度那個所謂叫健全 那就是因為他們可以 在不同的途徑呢 就做不同的 是 是 是 所以令到那個案件 其實當年呢 已經一開始的時候出來 那個就是讚憾的 但是有很多人馬上說了 咦 在美國加拿大這些這麼複雜的東西 那可以一拖呢 可能會拖幾年的 是 所以其實我想這件事情 最後呢 都是一個所謂叫compromise 那最後 reached to a settlement 那尤其是現在 特朗普都差不多走了 這一個都是因為它而起 那雖然呢 都是關乎這個美國利益的 那但是會不會說 就真的 大家reached to a settlement 那就是 部分 就是美國最流行 之前就是一定是罰錢的 是啊 那但是今次 會不會有罰錢 或者其他那些 就算了數 那現在呢 你都制裁了華為 是啊 你還不扣留 阿曼萬洲做什麼鬼的 是啊 所以其實 給它回去中國那邊 他都未必想回去的 是嗎 哈哈 那它在加拿大那裡 都說得很好 那但是 會不會說 就真的大家有個compromise settlement 那我覺得 那機會很大的 因為通常這些 一拖拖那麼久 那現在的人都開始 就雕淡了 它已經不是主線 是 那所以呢 這一個呢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嗯 就是你覺得這個不是主線 這個是反而變得很浪費 那一隻 就是因為這個時間點 剛才我聽Jackson說得對 就是 因為是由特朗普而起的 是 那兩年之後 來到現在呢 其實特朗普的任期 就是去到拜登交接 都是一個月時間鬆一點 嗯 但是這個月呢 其實特朗普繼續是有很多動作 是 但是為什麼會在這個月 華為這件事件 好像稍微有少少少曙光 嗯 那這件事呢 那我就又用一些難解來講 就是 就是王爺呢 衝走進房間裡 就是問 蕭佳奕他沒有份的 那他乘機呢 就想著發爛罩 是 就找到孟晚舟這件事 那其實最後呢 現在都已經制裁了華為了 是 那你還追究 為什麼蕭佳奕他沒有份呢 所以其實這件事呢 我覺得就 當然 他都是要面子 還有都是另外一條主線來的 那當然現在就是 所謂我們 逐一點講的 怎樣去 這件事呢 再拿到更大的利益 那從而 大家可以做得好些 那這樣 因爲其實 他的目的已經達到 是呀 他當時已經做到他想做的一件事了 那你再鎖住孟晚舟 其實我覺得 就真的在他們那裏 就沒有需要的 那還有真是 現在人家都是 跟著這個司法程序 是 那不斷把那些官司 不斷延遲 那所以我覺得 有機會 就真的 他這個孟晚舟 已經不是主線 那已經是 其實是 Shift 了去哪裏 Shift 了就是 對 他不是就是這個乘機 發了爛炸 跟著就對現在所有中資的公司 他可以大事無忌大 那樣做制裁 其他那些事 就是一定要有個有道 有引火線在那裏 那跟著呢 才慢慢就 打石槌上 那樣 變了就是其他那些事 那當然 如果真是正實 他是有 有一個所謂叫做 跟伊朗 或者其他那些 有聯繫的 那這個 他們怎樣都要執法的 那但是 執法之後 我剛才也說了 你幾大的中興那些 都是罰十幾億 哪間又是罰十幾億 那他如果真是最後 有可能發錢的 那可能這個 都是廖了的事情 來的 是 而這一個圈子 就是華為這個圈子 剛才Jackson 也有提到的原因 是什麽呢 就是兩年前 因為就是 美國那邊 因為他制裁伊朗 是 那華為呢 跟伊朗就說 有生意的往來 所以制裁他 而當中都牽涉了匯豐 那匯豐在這件事件上面 就是那個角色又怎樣 當時就說 因為他是一個輔助 即是銀行輔助 那完全牽涉 令到他呢 最後 到現在已經變成 兩邊不是人 那現在他慢慢 就立場 開始 就是匯豐立場開始 就有點明顯 但不知紅的 那這裏對於匯豐來說呢 我想就 萬萬洲事件 如果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的話 那中方就對匯豐那個 所謂的表現 可能會加分的 是 因為最近匯豐都做得很好 是 股價做得很好 股價做得很好 是 亦都很多人都說了 跟他兩隻銅獅子回來有關 是 亦都是 其實銅獅子回來 那天呢 Chris Mark Tucker 他自己已經說了 即是杜嘉琪 是的 他已經是說 以後呢 其實是 即是他那天已經表明立場 其實在亞洲 尤其是中國的發展 才是我們那個領域 接著第二天呢 就立即宣佈有機會 賣了這個 這個 這個 歐洲法國的業務 接著又宣佈 美國那裏有機會 推出這個零售市場 嘩 真是很明顯 其實請他回來都是這樣 他那時在有幫都是大力 是推進亞太 作為人勤的 沒錯 那他就是 現在他發揮到 他的那個力量 因為 匯豐始終都是一間 叫做英國的公司 headquarter去英國 雖然大部分錢 都在香港這邊賺的 但是 如果就是之前 他如果沒有一個這樣的主席 下來 是做一個大推手的話 是 其實那兩 周知剛才說 他真是兩面不是人 是啊 這幾年 就真的坐在那裏 都不知道做什麽 嚇死了 都不知道討好誰 是啊 是啊 其實他們想討好 其實是做錯鞋的 有時候 那現在呢 就跌了心 所以不要想啦 就 喊向中方那邊 因為其實 我也認識很多 就做 就是匯豐之前那些RM 都很top的RM 他都說呢 其實就真的 這十幾年呢 大部分生意呢 都很求那些中資的公司 是 他們的老闆上了市 啊 大花錢啊 那些理財產品那些 都是靠他們的 所以其實 那這一點呢 他都是 如果在亞洲區 他們的主要業務 都是香港 都是靠近中國的話 其實這個都是 他的方向來的 那政治上 對不對呢 那這個就是 國人的判斷啦 我不敢說 但是從那個商業 那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一定都是的 如果不是 為什麼AIA 這麽厲害 是啊 就是在亞洲那裏發展到 就是因為他們看穿了 這一點 還有做到這一點 嗯 那從我們剛才的分析 你可不可以對於匯豐來說 是 以逐步明朗 反衛 那相信這一下的股價的反彈呢 嗯 都不是太關事 因為都是關於那個 的 債息 是 和環球的經濟 復甦希望可以 利好回銀行股 他這次就 最厲害就是 公佈了一個 非常之好的 quartal result 是 公佈了之後呢 他就隨自然 就 看一看就說 明天我們會派息 一次 雖然可能 他提過一次的派息 是的 那就是 雖然不會派足 之前那些息 但是呢 都會告訴別人 會派息 那 之前呢 他說不派息的時候 會控一直跌 那些人呢 死捱捱到現在 那有些人走了 那些就是等他 說回這句話之前 才買回來 那說了這句之後呢 其實差很遠 那些人看回他 已經開始派息了 夏天 那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呢 疫苗的消息了 嗯 疫苗的消息呢 連續兩個禮拜 都跟你談過 那件事就是 其實現在呢 有了疫苗 尤其是那個效率 是這麼高的話呢 一般呢 FDA呢 Approve那些 那些 我之前說的流感那些 四至六成而已 嗯 他已經OK了 九成 他已經說九成 那我看完之後 我也OK 就是覺得我惡然 這麼有效率 那些 如果這個疫苗 是可以是 成功生產到 那這個 所謂叫做 這個叫做 病毒大流行 有機會在明年完結的話呢 那現在那些新科技類的股份 已經是004日跑得贏的 那那些傳統類的股份呢 都有牌呢 嗯 就是那個追的 那至少二三十個巴仙 那你匯控 你和pre pandemic 就是之前呢 就是六十塊 那宣佈不怕 一路跌跌到去二十八塊 那現在呢 其實你四十五塊呢 都還有成三十幾個巴仙 就是二三十個巴仙 Exactly 就是它一個typical的 所謂的 就是叫做 週期性的股份 所以我覺得 它還是有一個力呢 是追到 那我經常都說 那股市呢 它是行先半年的 那現在如果我們 at least呢 都是覺得市呢 明年都會是好的 整個經濟數據 那但是市呢 這類型的公司 至少炒到第一季 是 那整年都會好的 至少炒到第一季 那第二季都有機會 還是好的 就是看一下那個復蘇的情況 沒錯 那所以這類型的公司 應該都還是在走一個 strong trend 所以就算匯豐這些位呢 那已經四十五塊了 那去到之前那位 那其實中期的位 都七毫幾指可以補完 就是三月底的那個大列喉 是 那希望真是補到 但是最終呢 其實就是想個希望呢 就是 就是 明年第一季呢 站得在五十元附近的位置 這個呢 這個呢就叫正常位置 但是我覺得那個機會都高的 是 那銀行股 尤其是siccical的公司 現在呢 叫做二升呢 就難跌的 嗯 除非你突然那個疫苗 就出現一些阻滯了 如果不是的話呢 這個情況呢 應該都繼續炒下去的 現在輝瑞那隻呢 說今年的那個 產量減半都未必是太大阻滯 因為對於美股 其實雖然那個sfp 就由本身可以再破壞的 那就回軟一點 但是是不是都影響沒有那麼大呢 嗯 這個我就覺得影響呢 就是看一下它最後的production 是 因為之前呢 我們經常都對 真不知為什麼呢 我經常對這些所謂的promise 那些日子呢 我經常都不相信的 是 近至於我們香港說 這些公屋輪候期 經常都縮到四至五年 我從來沒有聽過它可以on time 可以做到的 我真的從來沒有聽過這些 就算搭飛機 我從來都沒有試過on time 即是它 即是你試過 你幾個試過on time 它說4點20分就起飛的 反而火車是最on time 是因為他們 如果你隔飛的話 就撞到 那所以呢 這些日子呢 就算有特朗普說 大選前會出 那它始終都一定是delay的了 那我覺得這個呢 是有少許是預料的 但是它說那個production減半呢 它說現在的原材料呢 是 就是不夠而已 那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可以看多些少 那是否全世界 每個月都會用這個 那些原材料 還是已經 因為中國現在有五隻疫苗呢 是已經去到 這個狼藏第三期的了 準備批的了 沒錯 那是不是已經知道 他們準備批呢 他們都是如果同一個原材料呢 他們都立即入定科 那造成那些原材料不夠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個方向來的 但是最主要就是看回呢 第一 原材料方面呢 他們要提供到 那第二呢 就是那個疫苗呢 要加快的 那你輝瑞和Mondana 出來之後呢 那你中國呢 那五隻呢 就要趕快了 那如果年底前都批到的話呢 那這個就真是好消息了 那至少中國那些呢 解決到東南亞 亞洲這區的那個demand 那美國輝瑞或者是 甚至乎這個Oxford那個 那加Mondana 就解決到美國 是 那歐洲那裏 那如果真是實行的話呢 那我覺得今次呢 那個delay 如果令到會會呢 都是吸納這兩年股份的時機來的 嗯 那反正就是現在呢 暫時這一刻來看 影響就是很大的 那剛才我們提到 就說 現在特朗普那個的專注力呢 由華為那邊 shift到其他公司嘛 那先看下就是牽涉兩家公司 今早股價表現呢 先再談下一個事態的發展 那當然就是中海油啦 那跌1.6%的 暫時去到7.56 今早現在都是摸著低位行 然後中芯國際 那跌幅是2.2% 去到21.7%都是摸著低位行的 那事源有這兩隻 就終於終於是落實 入了美國國防部的制裁黑名單 不過 剛才看著跌幅 都不是太多 是不是之前已經跌了 已經跌了 跌了的啦 但是 現在經常都說呢 特朗普就是幫拜登 製造多些barkening chips 其實都幾老友 其實他們兩個都 第二 拜登大把東西 就可以拿來跟中國談 那這個制裁呢 我就沒有記錯呢 就應該是1月13號 那些公司就要compline的了 嗯 那這個呢 其實也是可大可小的 那上個星期好像就談過 9、4、1呢 被人入了名單之後 是 你之前也提過我啦 就688劑入了名單之後呢 那些關聯的公司 他們呢 就是一直這樣呢 就是按住下去的股價 嗯 因為其實這些都叫做 high profile的公司 那你怎麼都有些 美資公司 是的 就買到的 那些基金公司 開頭呢 就可能呢 不是說很害怕 但是如果大家 對美國 IOS 或者其他美國政府的事情 就知道 他們很霸道的 是 你到期那天呢 你不compline 不file的話呢 你就可能有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 他們現在就沒有明確 這個會取消的 都不像會取消的 嗯 所以他們可能呢 都是要逼住 要手上那些基金 都是要沽貨的 那麼從而呢 就令到呢 這些類型的股價呢 就是artificially 是被人壓低了的 那這個就 我不想說 exactly 就將486那個 compare 但是486就是 當年也是因為 累近這樣的 sanction 這樣呢 就由三個幾 跌到一個幾 一段時間都沒有人敢搞的 直至呢 他退出了之後呢 就開始呢 就是上回來了 那所以其實這個呢 都 可以是做參考 就是 真的要等回拜登呢 第二天呢 就其實他 那個 那個 這個中方呢 他有個 就是renegotiation 才有機會呢 是可能會令到 他們那個股值 是可以大幅提升 如果不是的話呢 有機會都可能會壓低的 那當然 俄裏 他們就沒有那麼多錢 就之前去托 那總之 我們自己 國家基金托了他 那就搞定咯 好不先 那我覺得 如果從這方面看呢 那中資 或者中方那個 資金實力呢 怎麼都會比俄羅斯的 資金實力高很多的 是啊 我想說多一點就是 為什麼進入了這個黑名單 對於剛才我們提到 影響著中海有跌定 以及之前中移動 六八八 就是中海外那些跌那麼多呢 就是 除了美國公司 就是和他們的交易 要取消 以及持股 以及債都有關係 是否都要看回他們本身的實力呢 才可以形容做這些制裁 對於他們的影響 真的算是不大呢 因為我看最近有個數據 就是來自Boomber的 發債的量 我們剛才都輕輕出了一個bar chart 境外債 即是中資公司的境外債這個圖 是 11月其實你看到它是大跌的 即按月是跌了五成多 是去到今年四月以來 那麼最後一個水平的 有關就是 Boomber的報導解釋 就是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因為那些機構投資者 怕著制裁的名單 因為這些當中牽涉著一些中資公司 可能不知道多少是和軍方有關的 好 這個影響著需求 然後第二個就是關於內地爆雷 即是債務違約的事件 而令到那個境外債都可以牽涉 影響了 那麼這裏是不是真的要好看 那間公司的實力 其實很多這些國企都 你不要說能源那些 都是有實力的 是有實力 那其實都還有幾個原因的 那第二就是 那些境外債很多時候都是內房公司 那內房公司是發的 那他們那些所謂的三四五規則 就是那三條紅線 那如果他們是搭了的話就不給了 那還有他們 中國政府都其實 因為它知道自己的債務 都是有個危機在那裡 其實一直都有的 那其實就開始 尤其是內房那裏 它先從內房那裏開到 那就按住 那所以其實內房 發到這個境外的美元債 其實那個機會都小的 是啊 那我本身都認識 其實是有幾間國企 本身今年都是 會有機會發這個USD債的了 那其實已經是外管局批了 那最後呢 它們就說說COVID 它們出不了來 做不到ROADSHOW 沒有發讀 但是其實是否最後呢 是因為其實 雖然雖然說批了 但是你發覺 咦 都可能是 又有指示呢 就說去HOLD HOLD 先不做先 那這個呢 其實都是一個 中國那個方向來的 那第二件事 就是你剛才提到的兩件事 那個Sanction 就是不給它們 拿一些公司相關的資產 那這個呢 其實債券 就其中一個 很明顯的了 那你不給它拿的話 就很麻煩的了 那所以你造成呢 部分呢 就是它們發債的能力 是沒有了在那裏 那造成呢 就是那個Demind又少了 那部分這些 不要說內房啊 你說恆大都試過二十幾三十厘利 那你部分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Congomerate 就是那些叫做大集成的公司 都要發到成十四五厘的那個債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我看一下可能是 金融海嘯之後呢 我第一次見到 這些不是說很差的公司 它們的稅率這麼高的 當年就 我記得是2007呢 都要發到成十四五厘 才有人要的 原來它都踩界的 那個監管紅線 它好像踩中一條 是啊 但是現在2007就不需要十四五厘的 但是它都是要高的 高一點的 因為它之前四五厘已經可以發到債了 所以其實 這個呢 都是一個 真是 你提到的很好 就是一個 demand 少了 那他們呢 第二呢 他們這些公司發債的restriction 多了 第三呢 就是他們因為這樣的情況 他們發債的息率都高的 是 那麼它寧願就是 如果可以不發的話 能捱到的話 就盡量捱 所以其實這個呢 都是反映到 其實 怎麼說呢 因為中國它又沒有 出了好像美國的QE program 美國就事無忌大 就 它聯儲局就 應該就 一千二百億 那個資產負債表 一出來就可以馬上 買了corporate bonds 那你哪些公司不電話 我幫你托住 那從而令到signals低 那麼 中國就沒有做這件事 那所以呢 其實 這一個呢 也是一個差別來的 那 你說 中長線呢 反而 當然 我無法接觸到 完全中國的債務問題 是不是挺有排機 不過上個禮拜 也跟你說了 其實比預期是小了 沒錯 所以 反而見到 現在雖然有爆煲爆雷 但是呢 其實那個情況就沒有說 之前呢 那些害怕得那麼厲害 好 為何我特別提這個境外債呢 在上個月減少了 其實引申出來有兩個問題 先關閉頭 一個呢 就是當中牽涉那些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怕被制裁公司 牽涉其中 所以就 這個需求沒有那麼大 所以不發住 中海外呢 雖然它的實力比 恆大 富力 和容創三部 強很多 但因為內訪 都害怕 中移動都可以 但起碼 都會影響大些 現在看著 中海油那批 之前呢 就說跌定了 是否真的 完全不用擔心呢 還是真的押出來名單 這批的股份要付呢 要 我想 要等一等的 我就建議 今個禮拜 今天你都不要買了 看下個禮拜 能否守得住 星期一 星期二的低位 7.5 左右 再之前 如果你守得到的話 我就覺得 不是太害怕的 因為它的股值 其實真的不高 而且現在油價上了 45至50元 如果 你說 我一直在說 那個Theme 就是在炒 周期性 能源 Metals 或者是銀行股 金融股份 都會繼續強勢 如果油價繼續上 你883 怎麼都會被拉上去 所以其實 中線小小 我覺得有機會爆上去 你看回486 如果460 它爆開那一下 即是一過了之後 它由過幾 一直升到六個幾 所以 當然 你又不可以 expect 883 升回三倍出來 但至少我覺得 如果 明天會談這件事的話 即是拜登和中國政府 會談這個 sanction list 我覺得有機會 883會上回 10元附近的位置 同樣策略都套用在 981身上 他們一齊 我們再看看981 不過股價真的 981是 double jeopardy 那是差一點的 那個sanction 但它反而 之前那個更嚴重的sanction 因為它的sanction 是接近華為的sanction 就是說 直接說它是 跟這個國家機密 是有問題的 就跟它這個 Defense list不同 因為它這個 就說它跟中國 解放軍 咦 中心停牌 現在 他 剛剛 多謝天涯合衣這位觀眾的 資訊 還有我剛剛的新聞 push都打出來了 停牌 是 那因為其實 因為中芯 它之前已經是 入了一個 所謂叫做 食物國家安全的問題 是 其實已經不讓它 服務員 這個就是 不讓資金持有 就是兩回事 這個會影響到 中芯 它那個 營運的作用 是 所以其實這個sanction 反而是 double jeopardy 反而在之前 那個是嚴重的 現在這個 所以出來之後 中芯其實反應 這幾天反應是小了的 但是 中長線都是要等 拜登和中國政府 不會談 就是 現在特朗普 是不是都說 你涉及這個國家安全 你說句話 又說你涉及這個國家安全 其實這些 這些 中國 華春瑩就說 這些叫莫須有罪名 那當然 這些全部都是 政治妥協的 那最後 他們會不會談到呢 這個就真是好看了 但是 短線我覺得 會有機會 有負面少少影響到 中芯 但是這個 要等回 那天 他如果真的開始談 因為中芯 我都是看好 這股份來的 因為中國 怎樣都要搞 這個芯片 大家都會說 這個 這件事 那 他如果過到這一關的話 那 他 中國政府會很明白 就是自己要研發 要多點補貼 那樣 但是又不可以做得太出面 要不然又被人 就出聲的了 那所以看 將來會談成怎樣 但是 我覺得短線都可能會 暫時會的壓力會大些 其實他停牌前跌2.2% 就 馬上停牌 看回他今早 那個 的通告 為什麼停牌呢 當然就是 因為 他入了美國國防部的制裁黑名單 那自己公司 即中芯自己就說 正在評估相關的影響 就叫各位的投資者 注意投資風險 好啦 那我剛才不是提到 說境外債減少了 第二個問題 是 他想法債那裏其實 一個渠道 就可能受挫去 那從而引申的話 你見這陣子都多了配股 是啊 超了 超了出來 當然 今天是小一點的 即是小一點的公司 是出現配股 例如是儀卡 先見科技 先見科技 先見科技這隻先鬼 之前炒到飛起 等一下就配股 這樣 但是陸續有來 似乎 如果呢 現在就是新科技的股份 就是配股 嗯 又是要說回當年 幾次這些牛市 或者這些大升市 通常reach到之前的高位 以前經常都是香港的地產公司 就是再配股的了 那他們一開始配股 就不代表市見頂的 嗯 通常配股之後呢 他們呢 都會一段時間 如果是出得很急的話呢 就有機會見到頂的 但是如果他們是出一層 那跟著呢 再配完之後呢 停一停呢 那跟著市是有機會再炒的 嗯 這個後者的機會很大 那這個是第一層 那他們去到高位 部分就先配了 那跟著呢 市況氣氛呢 那現在都遲 那有機會再炒上去 所以其實現在都代表著呢 市是去到短期一個呢 叫做超賣的地方 那部分公司選擇呢 就是出來伸手拿錢 但是呢 也不是去到一個超高的位置 嗯 那因為以前的經驗就是 你第一層呢 就是通常都不是最高的 是的 那你要等到下一層呢 你突然間發覺呢 市炒到瘋了 那那些公司又有另外一層呢 那些超大公司都出來呢 就是配股的 就是如果你有多少騰訊出去配股 那你就小心一點 那但是現在呢 就應該就不是太害怕那個位置 暫時最大都是小米 那個已經是歷史中最大的了 沒錯 巨禽 但是對於這個市況 就是恆指來算 都還是這樣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想追下去 就是剛才說會走多一層 走多一層 那個方向會是drop 還是都會繼續上的 我覺得剛才一直都在炒這個SYCACO 那SYCACO大部份都是指數公司 那它應該呢 就是會push到市的 那這個也是現在大圍的炒法來的 那所以你見到那些 那些昨晚 那當然是波音 那架飛機 那還有Tesla 都繼續上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很反映到一個投資者 那個取態現在就是 知道呢 就SYCACO 周期性股份會炒的 沒錯 但是 那他們 亦都知道呢 那些錢呢 是由那些新科技股份 就是慢慢轉回去的 但是其實 都是覺得不是很溫爭的 就是 不是覺得這個SYCACO 那麽牙齒當金仔的 那所以 他們呢 我想沒有想像中 之前那一刻 所謂的大rotation 就是 將科技的錢 全部堆回去 那我覺得有機會 之前呢 我都說了說 有機會是 那麽 就是 那麽 那麽 然後呢 那麽 這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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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司就同步走,就不會說歐佩芳也太厲害 好了,我們再跟進今日那兩隻的配股公司 然後就去個break 先見科技和儀卡,今早的股價是一個天一個地 我們先看儀卡 今天是大跌,8% 因為它的配股 看它是折陽挨近百分之九 來配股集資超過七億 因為同時之間是牽涉著股東減持 而另外看回1302 雖然它都是折陽成一成一 來配股籌集超過十一億的資金 而且其實你看回它所得的款項都是還錢 但股價是升的,為什麼呢? 這個配股通常小的公司 和很集中某幾個人的 通常這些配股都有它的炒作 我不是說很敢評論 而且先見科技 一向都是熱炒股回來的 它會不會配了之後呢? 背後的貨源已經更加歸變了 所以其實這個也有待考證 這個我不是說很敢評論 反而呢,儀卡 它當然都是新的科技公司 所以之前小米配完之後 都在估計 還有必須科技公司 會做一個配股 但是這些公司呢 通常都是配完之後 會搜到那個照顧價 接近一些位置 一至兩個星期消化之後 再炒上去的機會都大 現在都是熱炒公司來的 雖然我不喜歡儀卡 最近那個走勢呢 我覺得它創了新高之後 你看到慢慢斜下來 我就不太喜歡走勢的 我會等它破了位 如果從短策角度 破了位 現在那條黑色的應該是五十天線 破了五十天線 或者是四十二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就會是 像是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從高位度 你都是畫斜線下來 那你每一次上去 今次一抱了頭少少 就已經是被人撥下來了 還要是 舊股東是有少許減遲的 這些市場就不太喜歡 不過 我覺得 都算是新科技 它不跌穿之前的低位 我想是三十五元附近的位置 我覺得可以等一等 有機會就駁上去的 是 OK 我們先去一會 然後回來 接下來有些異動股份 我們先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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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的財經焦點 今天有很多消息 你先去看看 你先去看看 你沒理由 你沒理由 保持著 當然還會解答 你的投資問題 其實自從第二季開始 就很容易採 星期一至五 港股交易日 早上九點三 我佑梓 和你開始休息 先看 好 回來節目時間 看看今早 還有什麼活躍的股份 飛鶴 因為它進入了國子新櫃 接下來 因為今天收市之後 就會生效 暫時 它有超過二十五億 大手上板 現在下跌1.2% 18.46 留意今天收市之後 換馬的恆子也是 美團BB進去 暫時美團升到2.3% 剛才也有人問 就好像有意姑婆的問題 就說這個 換馬動作對於 騰訊 美團的影響是怎樣 待會再回答你 看看現在配股 8.3%的跌幅 再數下去 給阿迪 又來了 升幅 約4% 179.7% 然後 都沒有太大特別 汽車股 都是繼續向上 最後排第20位 長城汽車 都升到約4% 換馬回應 再回到二股婆的問題 對於美團 騰訊 影響是怎樣 我想 美團和騰訊 應該都反映到七七八八 其實已經 預期了很多 而且他們的流通量這麼大 那些基金 其實那個 rebalancing 應該就做完了 其實他們很多基金 已經當是 就是active 的基金 已經當是入了 那當然 那些被動基金 他要今天收市 suppose 他們才可以 儲到那個 portion 那個ratio 才是這樣做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 都會是正面的 但是 這幾天 尤其是這幾天 美團 其實都叫 跌了下來 有機會可能 反而今天 可能 你現在開始做得好些 其實有些被動基金 已經很早 就開始在儲倉 對付自己的portfolio 但是今天 收市 應該的成交 會很大 是 好 接著就 那700 即假設他這兩隻有貨 應該怎樣 因為700 好像在繞上去 我就一向都喜歡700 是 尤其是今次 馬雲得罪了方丈之後 所以 我覺得700 應該都還是會一枝獨手 是 博都是博700 那 我就偏向 今個星期 其實都 碰過570 附近的位置 那現在 上來590 那這些位置 買我都覺得 OK的 沒問題的 因為如果整個市 有機會 12月可能會碰到 破到27,000 明年第一季 有機會28,000 甚至乎再高些 的位置的話 那700 一定上去的 破了630 這些位置 所以現在 現在590 590 591 沒有問題的 但我記得 前天都好像碰過 570 多 所以其實 你有耐性少少的 或者是 不多貨 有少少貨的 你就可以再等下 它會不會 拿回580 580多的位置 買 我覺得575 到580 都還有機會碰到 因為有時候 現在的消息 滿天飛的 有時候 少少壞消息 都可能會阻礙下去 但現在的市場都是易跌難升的 還有你看它一陰一樣的 一陰一樣的 去交疊 慢慢向上 這個除了回應 二姑婆 也回應了 NN 問700的問題 另外有觀眾 問1810 就是316 前景是怎樣 本身是沒有貨的 批了股 之後 要儲了一段時間 是 我都覺得它聰明了 那天 就搜到招股價 應該去招股價 不是招股價 是批股價 沒錯 通常 就算是強於 《月明新聞》 一年批幾次股的 它批完之後 都要等 一至兩個星期 才超發源再上路 那現在它批完之後 它今天已經是 都是給那個高過嶺 我覺得可能是在20 就是它那個批股價 和25元 這些時間 我真的覺得 我會選擇 給它整股一段時間 起碼都一兩個星期 才有機會再上 它拿了這麼多錢回來 那還要是那個 所以叫做 CB 那些叫做 可換股債 沒錯 它50幾個百日價 CQPON CQPON 即是說 如果你的股價 不升上去的話 那批拿著 CB的人 是沒有錢收的 是 那你如果以iBON 來算 一年都有2% 那它 起碼 你有一個PREMIUM 在那裡 它都是挺有信心 它會繼續上去的 所以我覺得 應該 始終今年 和下年 都是小米的收成期 我會建議 中長線 是可以繼續持有的 明白 然後我看到 多方的朋友 都留意到 282的異動 我都要留意一下 然後 今天呢 它是高位 就去過 四毫八仙本 就是升幅很驚人 一倍過外 那現在就縮一點 暫時 就在三毫八仙那裡 正在咬著 升幅都成六成二 那麽多 我想都是支持者 沒錯 支持者 還有消息 但是現在越炒就越短的時間 是啊 上次炒到接近兩元 然後再一次 就是炒到上次五毛幾指 沒錯 你看到今天走勢 跟六毛幾指那次好像 這支棍 是啊 沒錯 所以其實就 我覺得 小心少少 不過它現在呢 之前呢 我看過 就是220 那它呢 那個 估值呢 大概是兩毫多指的 嗯 就是它漲本值 那它現在不斷地 其實就出售一些 文藝和其他一些 剛剛賣到台灣 是啊 那這個呢 那它賣出來 它有機會賣到premium 我又沒有看到它 有沒有賣到premium 那這個最終呢 就可能會將 公司realize 到是三毫多指 就是這個我是估計的 是估計的 我沒有看過它的數 但是從這個 它現在 就是現在香港的政治 那個方向 和它那個行路的方法呢 都是似是會慢慢 一路的unload 自己的資產的了 是 那這個這樣的情況呢 就有機會最後 就不會跌回到 兩毫指的樓下 那些位置 那我覺得 它很大機會 是可能是 都是兩毫多指 就是它的 book value 那book value 那它敢不敢賣的資產 就可以realize 那敢不敢有些 負面消息 就是按它的話呢 黎智英的話呢 就可能會刺激到股價 沒錯 就是炒炒的 但是 我就怕是這些 純粹是那個情緒上炒作的 是啊 就是剛才提過呢 那你第二天呢 都是高開 那跟著呢 就馬上就下去的 所以其實 你今天買到 或者還持有的那些呢 如果明天一開始 又是高開 跟著一路這樣殺下來的話呢 你都閉著眼 就是 想著短炒的角度呢 就是 都是要走了去的了 好像這裏連續兩國 你看這裏都試過 跟著之後出現陰燭的 這裏試過 就是很明顯就是 粉絲有它的託 但是呢 有一班投機者呢 就是它的孤 這樣的角力 沒錯 沒錯 好 跟著我們呢 都慢慢由上而下 掃一下問題 快答 因為我們都有些新股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636 這隻應該是家裡物流 沒錯 17.46有貨 就是一一珠條問題來的 上網指洩位 嗯 都是適合最近賣的 嗯 那我都會是 建議指洩位呢 你之前那個平台 它是16元 是 那16元破了之後呢 現在就 將那個平台 就 推了上去 是 那所以呢 其實我會建議 如果它穿了16元 怎樣都要走的了 那 但是 加理也是很明顯 又是剛才說過Sycoco 你看到Sycoco真的行得很值 是 直到 好 令人羨慕的 那 那 那很多 韓運股啊 這些股份呢 所以呢 我剛才也說過 它們是真的炒了半年 是 就是黨是炒了半年 它是預期了 跟著下來 那個經濟數據好 所以其實有兩方面呢 就是互相可以監察的 就是如果這一類型的公司呢 已經開始 經濟數據繼續好 它已經倒了頭的話呢 就是跌穿了上升 代表其實跟著 一季之後呢 這些數據可能會出現差了 是 因為其實尤其是跟物流 韓運有關的那些 他們很準的 嗯 我認識一些做船務的人呢 他們 就是看半年之後的經濟呢 他說 我們就沒有來那些 看股票那麼準 但是呢 我們看這些經濟數據 其實很準的 因為他們 風向表啊 風向表 他們看訂單那些 看得很準的 所以其實如果 你突然看到這一類型的公司呢 那些物流 和航運公司 突然開始倒頭的話 這個代表呢 可能就差不多完的了 嗯 幾次都是的 所以其實現在呢 我會偏向它繼續上去 如果跌穿16元 這些位置 怎樣都要走的了 那麼啊 所以你說目標呢 就是放止要 就是讓它一路上去 那麼啊 如果你認識過那些 Rolling Rolling Stop Loss 的話就是 你每次在高位那裡跌 就是一個指洩軌 是的 沒錯 由高位跌了超過15%的 就是跌穿上升軌的 那你又可以指洩了 或者你定了 一條上升軌 你下面找個低點 就跟中間的點連了 那你跌穿那個 那條上升軌幾個百分 你又可能指洩了 就是你自己 你自由定斷 但是 始終你都要定一個指洩 就是因為怕它們 已經是 反映到 那個市況已經結束了 好 另外有兩位觀眾 問信義系的股份 一個呢 就是368信義能源 一個就是868 就是信義玻璃 才回答 就是信義能源 因為這位觀眾 就有貨四個四毫六的 嗯 那麼 它就 這個 新能源呢 習主席呢 就說了之後呢 就是的了 是呀 它說的就算的了 那麼 這個算的意思呢 就不是說算吧 就是因是全部人都一定要再做的了 那麼你看到太陽能公司呢 近來就真的強到呢 媽都不行 沒錯 那我特別呢 就是有觀眾問300這隻 是呀 300是三支針位呢 我就怕的了 也是 其實炒得太急的了 那這些我不會敢 我剛才其實想說呢 就是我膽小鬼呢 就是現在你叫我追這個版法 我都怕的 整個SATA 整個SATA都怕的 是呀 尤其是300你看到這幾天呢 是啊 三支 我也不敢說三支香香 但是呢 三支音速 我怕很多股東那些打我們 罵我們 你三支這樣的方向呢 我通常我不會敢追的 還有這隻呢 我當年呢 有很多客戶炒過 都是非常之難炒的 我都試過 那時候三個幾 是不是十個炒 九個都輸的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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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所以我不想看他這個 是 所以其實我 還有他鞋貨超多的 是 所以呢 如果他炒完的話 這些位置呢 我不敢追的了 你說下回來十天線 即是你的走勢很漂亮 每一次下回十天線 就可以達 他站著十天線 那你定三 十天線那裏買 定三個%止洩 那你跟著再薄他上去 那我覺得是有得薄的 即是短線這些一流的 是 因為他有成交 有題材 但是你說 整個版法呢 那順而是 其實是 可能呢 是會叫做 就是 好少少 那當然 他也都昨天 馬上賠了股 九六八 那 所以我覺得 就 這一個呢 是會 是會是甚麼呢 我會覺得 就 中線呢 還是有得炒的 但是 短線的話 那 我怕這幾日呢 就要回回先 那如果去到一些重要的 技術位 剛才講過三百零零 九六八 九六八 還有個問 八六八呢 玻璃的 五十天線 八六八就是玻璃的 它呢 反而是安全一些的 但是它也是超強的 是 剛才這九六八 就落到五十天線 它都現在十天線守住的 是啊 所以其實 如果 如果 剛才那九六八 如果搜到五十天線 我會搏 但是如果這個八六八的話 也是 你又挖到上升軌 這些是超強的股份 你拿著 或者是未買的話 你買著 那你沒有跌穿的話 我建議 你可以繼續持有 因為 習大大說了的話 這麼親切的 你 對呀 有 有排炒的 雖然現在都拆了一輪 還有它今年這麼巧 它們的數據 那些太陽能相關的股份 那數據又是 真是 幾美的 是 你就算是八六八 它連玻璃也會幫到它 那些玻璃格格又上升 那它搞到它的下油 它這個所謂的製成品 就更加可以買得貴 現在幫不應求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實 這個 我覺得 沒有跌穿的上升軌 是可以繼續持有的 好 搭上這個三八六八 就是它四個四號六 有貨都繼續持有 是嗎 如果三八六八 是的 沒錯 如果這個 我就會偏向 它三個幾 三個 sorry 四個四號六 四個四號六 嗯 它就是 如果它沒有跌穿三個七 這些位置 我建議是繼續持有的 OK 那我回答一隻ETF 天涯這位觀眾就問一隻二八零六 二八零六 咦 消費相關 我之前都有研究過它 嗯 因為這個 為什麼有研究它 因為它一直破位上 而這段時間是內地勁炒消費股份 咦 你研究過它的top holdings是什麼 有沒有看過 沒有 我老實 我就不敢說它的top holdings 咦 最近呢 消費呢 我一向就喜歡一奶 那就是一隻無牛 是 那就是一酒 就是一隻291 是 那這兩隻呢 我就會覺得 如果炒消費概念呢 其實是值得買的 嗯 另外的消費呢 那好像那些海底撈啊 那些炒到飛起了 五二零啊 五二零啊 就部分呢 它們好像在shift著不同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 只是買消費呢 我買一隻ETF當然是好的 那它大包圍 它們減少了部分風險 但我覺得就 如果只是持有2319和291呢 我覺得都很 很替得到呢 那個 那個 其實消費類的那個 那已經是 因為這兩個呢 其實 你有COVID又要喝 沒有COVID又要喝 經濟差你又要喝 沒有經濟好你又要喝 那所以呢 其實 奶和啤酒呢 我覺得是很穩陣的 那但是你說 整個 就是ETF來界呢 我就 現在看不到它那個 那個composite 五兩億 第一個 噢 我也是這樣看的 就是做功課這家 那它這隻ETF裡面 會顯示了那個 持股比重 就是它有 就是它有 當中持有些什麼 消費股份呢 大家都可以按一下 我現在給大家一個資料 既然我按得出來 當中一成的比重 是五兩億 嗯 另外呢 看看 600519 茅台 8% 這些正正就是 現在內地勁炒的 那些白酒股份 沒錯 但是你又看回這個 2006 那它其實 看看先 它9月7日 應該是9月3日 創造79元的高位之後 其實都好像爛了 是啊 就是 今天還要是 開到這些位 出現之陰燭 那我偏向它 所以 剛才我說呢 整個 整個Portfolio 即整個ETF來算 它好像都是爛爛的 但是呢 似是會遲些破位的 所以你今天呢 就不應該買 那麼呢 就等它落到75元 76元的位置呢 如果真的有機會 它不跌穿了50天線呢 再賣下去 那下一轉呢 就有機會可能會駁到破位了 好 我跟大家說一下 剛剛那兩隻 是內地A股來的嘛 是 而入面呢 因為它A股 美股 還有港股都有的 港股有些什麼呢 當中最大竟然是669 好啊 創貨 這裡佔了5.2% 然後27號 銀月 這些真的完全猜不到 都是5% 安答 這個就猜到 4.8% 然後2319 2313 新州國際 和蒙牛 都分別是3-4% 還有6186非殼 都有貨 2% 所以大家 找這些ETF產品 記住 就像我這樣 去他自己網站 看看他裡面的投資組合 當然 剛才Jackson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你看看哪些比重大一點 它是 因為動著走 你看科技指數 相關ETF也是 看著幾大 比重最大來走 再數下去的問題 看看 600 600 這隻 還有268 都沒有貨 多少錢可以入援 福萊特玻璃 剛才都說過 那些行業的東西 是的 福萊特玻璃 之前我覺得 就炒了轉 現在下來 那個小 就不算很漂亮 一浪低於一浪 但是它又是 剛好環區 那些底部 20元這些位置 那我覺得 如果你 想著入市的話 其實 19元至20元這些位置 你就購一購 可以 今天出資陰族 也是 通常我不入了 這些 會等一等 等下個禮拜 如果開始 跌不穿19元 開始出羊竹的話 第一支羊竹出現 你可以 心動動 就想想 第二天 開出來 跟著羊竹在標準的時候 我通常這些位置 就會追入少少少的 跟著已經形成了兩支羊竹的話 我第三天會再追入 是的 268 金碟 都回到幾棍 我都是很看好的 明元雲 不過明元雲 這幾天就提到消息 滿天飛 每個人都賺明元雲 搞到 會不會好像 突然請了吃飯 叫人各個唱呢 讚它 是整個SARS故之中 最好的 我之前也是這樣讚的 因為它有個Niche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說從雲的角度 香港就真的不是那麼多隻 是的 所以金碟它都是雲的 這兩天就雲了少少 但是我覺得 落到22元附近的位置 絕對抵賣 所以你說如果 這幾天開始回的話 我會等一等 至少等到 落到24元 22至24元的位置 看能不能入到 中像性是OK的 好 這個回應了Polla的問題 接著答一下JC問題 670 或者中資航空股 買得過 OK 其實 不過中資航空股份 也是難炒的 但剛才說了 都是周期性的 是的 周期性我就看好的 航空公司近來都是 強勢少少的 所以 其實它反而趁它回調 跟著上升軌 落到上升軌 如果現在 670 我覺得是會破位 是 有機會的 現在 它今天落一支 陰筑下來 你就等它落到3.5元 3.5元 這些位置 現在幾錢 現在是3.6元 差不多 還有1元 看看買不買到 如果這些位置買到的話 就算你說不需要 一定要落到3.5元 你落到3.6元 這些位置都可以買 我覺得 應該會破位 下年 好 另外呢 就是阿Ken 他就問 305 哇 這隻 神車 神到 他又是引證了 有幾支針在那裡 接著就下來 這一下 他的問題 就是 請問前景是怎樣 沒有前景 可以看 之前呢 比亞迪的汗那輛車很漂亮 很近 我就去他的網站看過 的確是有少少像 我個人的感覺 不代表你們的台 就像是 入資的Nexus 三十多萬的電動Nexus 哇 跟一百萬的比 真是幾低 我叫Nexus 然後呢 跟著 有二傳三 是 那他就有 一架 一架 有些桌頭在那裡 即是有些好賣的車 當年175 他就是弄了個Ling & Co 他就弄到很歐洲式的SUV 他就那時弄完出去 由四個多炒到十幾元 所以汽車公司 他們出到一些好賣的品牌 做到的品牌是很重要的 那50系列我不敢說 他說這輛萬多元的電動車 和他之前那些法子是不是 那還是買175穩陣一點 175 如果對比305的話 那百財力差很遠 所以如果是這樣 你看圖片 那看回到百豪七指 百豪七指那裡是站著的 你不跌穿百豪七指的話 你不就繼續持續 那這幾天你有機會 再有些消息破頂的 甚至回到頂位的機會都有的 所以其實你現在買OK 你總之穿了百豪七 或者是再低一點 那天的低位就是百豪四 你怎樣也要死亡了 你修理它就算了 那你差一點 但是你博它是破位的 其實那個直部空間也多的 但這個純粹是博的 如果你打算做research 你應該去網站看看它的車 沒錯 那它的方向是去成怎樣的 是啊 真是要做好足功課的 接著回答Camp Mark有問題 中魚洞 試一下七個六指有課 這個又是去回頭 就是最近博了 這些位置就很便宜的了 但是呢 它自從上了sanction list之後 就沒有好日子過 沒錯 那你1月13號到底真的會實行呢 你還不知道 我覺得如果你是從一個純修飾角度 這位繼續搜 但是你博它短線大反彈 就可能只要等它 out of the sanction list 才有機會 但是現在從排斥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都OK的 都是抵渣的 就是你當它是另外一隻之前力手的匯豐 是 好 我們再回答兩條問題 現在折籠了 那一條呢 就是Shirley的問題 1833 它97買入了的怎樣 近來241 真的 就真的強很多 因為為什麼呢 嗯 之前241和1833 它兩個分工得很好的 沒錯 一百二四一呢 只是做分銷 嗯 那現在它說呢 就做了看醫生 是 那庭康好醫生呢 它之前呢 只是做看醫生和渡診的 沒錯 現在都在做這件事 那它就好像 雕拔旗了 它就突然間 那個competition大很多 那現在 恆大健康啊 其他那些 離京東健康 它們都有機會 是可能跟它 捏的 是啊 那所以呢 其實那個 突然間 它又沒有 阿里巴巴在後台 幫它做分銷 嗯 也都沒有那些 其實它的competition 好像大了很多 是 尤其是你 國內 它們這些 這樣的巨毛霸 一霸的市場 就很厲害的 所以 1833 有機會可能 都是短線呢 是有一定的壓力在那裡的 如果它穿900元 都可能 要小心一點點的 可能還是要走的 那近來 叫它搜到90元的位置 那你博一下 那你下個位置 100元 大約看回 未來的話 這幾個 大健康的公司呢 它的competition是怎樣的 還有平安好醫生 有沒有轉型 還有Nitch在那裡 是 最後就回答S.Mix的問題 916的龍園電力的走勢是怎樣的 它真是 OK的 超厲害的 剛才說Sycical 其實不記得說 工業 工業股份 都是Sycical的一種 最近的工業股都很強的 是啊 你看回跟iPhone有關的1415 522 昨天好像有一個配股 不是啊 是標上去的 出了這個刑期的City upgrade了的 我忘記名字了 我昨天很Hit的 讓我想想一下 那隻都是 1888 哦 這些全部都是 阿韜哥 是啊 阿韜哥 工業類相關的股販 所以龍園應該還是可以做好的 尤其是它都是做一些新能源的 那都是啦 如果不跌穿上升 各位可以繼續看好的 好 最後呢 就是剛才Yano問5號仔 和Thomas你說9801停牌 我們之前在第一節的時候 已經說過 一會兒可以重溫我們會訂出來的 一個重溫的片段 大家可以回味一下Jackson的分析 看看接下來的部署策略是怎樣 另外一個資訊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今天開始 這次南月亮是招股的 我們看回它的招股詳情 IPO價10.2到13.16元 最多是集資超過98億 一手入場費大約是6600多元 有沒有入口 嗯 一定入口 因為已經說預留了1000億的 超Heat的 他其實讓路給京東健康 之前其實已經是說要加5-6-7% 才有機會拿到貨 是 好 那大家 我都會入口 不止大家 自己想想 好 謝謝Jackson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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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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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的財經焦點 今天有很多消息 嘉賓的分析 你要退的了 你沒理由保持著 當然還會解答你的投資問題 其實自從第二季開始有多熱 星期一至五 港幅交替日 早上九點三 我有點來和你開始優先看 解除眼鏡速播 HMVOD 3D電影新體驗 大家好,我是莎莎 我是2019亞洲小姐 香港區貴君和最上鏡小姐 在總決賽我獲得最具潛力主持獎 我其實在香港出生 不過很小就已經過了英國那邊 生活和讀書 那時候都留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接近十年 然後我在大學那時候 去了荷蘭那邊讀書 所以廣東話、英文、普通話、荷蘭文和德文 我都是認識的 同時間在大學的其中一年 我就是去了韓國那邊做交換生 那時候都有學到韓文 所以韓文都是我近期 比較喜歡都會自學的外語 家人也有鼓勵上去選美 那這個…嗯… 這個都自己用於去嘗試 還有之後就覺得選美期間 那個經歷應該是挺有趣的 有趣 所以自己也想去了解一下 選美背後是怎樣的一個經驗 在這裡 找不來的 我只想找不來的 在這裡